这就是南方的冰雪雾峰 不比东北差吧 周围广东小土豆 总有去东北看冰雪雾峰的执念 但其实在广东的隔壁湖南 就有一个冰雪天堂 南越恒山 距离广州仅两个小时高铁 一个周末就可以往返 只要等一个下雪天 就可以说走就走 如果你想去 这份两天一晚的实用功练请收好 第一天 从广东就有最小的高铁到恒山西站 然后坐旅游大巴直到恒山脚下 记得提前在手机上买好门票 建议一定要买往返环保车票 因为上下山特别飞腿 沿途会经过中列池 麻谷仙境 魔镜台 南天门等景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车游览 重点站是南天门 下车后需要继续徒步前往祝荣峰 中途可以先去会仙桥 这里有一块修仙的石头 位置超绝 而且很少游客去 离开惠仙桥 继续前往祝荣峰 这里是南越最高峰 视野非常开阔 可以一览中山小 也是观看日落的绝佳位置 可以在这里看完日落后再下山 晚上住在南越区 去吃一顿正宗的素菜 我们去了本地人推荐的福源 四香味俱全 像真的恨善一样 第二天 上午去参观南越大庙 这里被称为南国故宫 具有千年历史 据说球材非常灵验 九十点钟的光线最美 人群像从光芒中穿越过来一样 精密又梦幻 中午吃一顿正宗的香菜 我们去了本地人推荐的厨扫 有点辣 但是味道超好 连我这个广东人都吃得停不下来 吃过午餐 然后返程 如果还有时间可以去水连洞看看 这里的天下第一拳很壮观 以上就是南越河山两天一晚使用攻略 即便没有雾霜风景也很美 如果还有疑问可以留言 若想了解更多旅行攻略 欢迎关注芒果旅行日记